就是一些小雞說他可能連克文哲的行為他看不起 這樣那其實在這個階段其實會不會蠻危險 就是說可能會讓黨內的小雞就會有些不滿的事 唉 怎麼樣都會有人不滿 那就是說我就講嘛 你從立場上來看 他現在的目標就是全力輔選侯友宜 所以他必須要把侯友宜的氣勢拉抬起來 不能夠未戰先敗 你要知道每一個人有不同的角色 他現在的角色就是侯友宜的執行長 他不是國民黨的秘書長 我覺得現在談誰跟誰配都言之過著 到時候要看 就是你侯友宜的民調一定要衝上來 衝不上來一切都 都是空談